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人很特别 他是一个老外 他在40岁的时候辞去了工作 然后骑着自行车周游世界 他周游世界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慈善 现在他骑自行车来到了我们山东日照 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 马特今年44岁是意大利人 2009年他辞去了在越南的工作 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旅行 从越南开始 他经历了柬埔寨老挝等16个国家 穿越了欧洲亚洲美洲三大洲 他自己全部的家当就成了宝贝单车 和一部GPS导航 马特的这辆单车价值6000欧元 是一家意大利公司为他定制的 2009年他辞去了工作 用工作攒下的钱做经费 购买了旅行的装备之后 就开始了世界之旅 到现在这辆单车 带他骑行了近3万公里 他总是一个人骑车 到了晚上如果碰巧遇到乡镇 或者是城市 他便会找一间便宜的旅馆住下 如果没有他就只能睡帐篷了 马特说他自己的骑行旅行 并不纯粹为了看风景 更是为了投入到公益和慈善当中去 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漫无目的的骑行 一切又将变得重复 失去出发的意义 马特没到一处就会找到当地的慈善机构 尽自己全力去帮助当地的需要帮助的孩子 特别是艾滋病患者 他到台湾的时候 曾经给两个艾滋病患儿 做了八个月的爸爸 这次经历日照 当地的沙发客接待了他 下一站他会去青岛 然后是韩国继续传播他的慈善理念 最终到达祖国意大利 完成自己的第一次跨国骑行 这些大概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他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些残疾儿童 关注这些艾滋病患者 马特的举动真心让人佩服 骑着自行车走了上万里 就是为了传播公益和慈善的理念 希望他能感染更多的人 投身慈善事业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请看